杨子新剧被劈冷血,带波剧被禁播,肖战为无限登角色指数榜。 排名依然名列前茅,倍赞常委效应强。 近日,网上多了一个关于肖战为无限的热搜话题,原来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,肖战凭借为无限登上了角色指数排行榜,不得不佩服肖战的影响力,这都多长时间了,依然可以上榜,太让人惊叹。 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上榜就是名列前茅,常委效应实在是没得说,太厉害。 据悉,肖战凭借陈情令、李卫无限一角登上了2023年剧集角色新媒体指数排行榜,好家伙,肖战可不是上榜这么简单,排名依然是名列前茅,排在了第13位,非常靠前。 播出这么长时间陈情令依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,可以这么说,这部剧已经创造了历史,在历史影视剧排行榜里陈情令必然有一席之地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表示陈情令值得期待,肖战为无限同样值得。 一直以来肖战的常委效应都很强,无论过去多长时间,肖战塑造的角色都有一种这样的魅力,历久迷心,总能带来新的惊喜和荣誉,这可不多见。 总之恭喜肖战,也感谢陈情令剧组和主创团队,感谢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努力为观众们带来了一部精品。 未来的路很长,肖战的演绎道路一样没有止境,希望肖战继续努力,继续塑造好角色,不辜负所有人的期待和热爱。 肖战就是这么厉害,未来的肖战一定也是如此。 还是那句话,肖战未来可期,发展前景一片大好,市场非常广阔。 作为娱乐圈中最火的女演员之一,杨子备受观众的喜爱,从被剧组赶出到当红小花,杨子靠着自己的努力上演了最真实的一部人生励志剧。 当下的杨子,是娱乐圈中屈指可数的当红小花,出演的影视剧作品深的观众喜爱和追捧,也成为了剧组最青睐的女演员之一了,古装剧,现代剧都信手拈来。 而目前,杨子也是在剧组拍戏中,新参与拍摄的作品叫《199爱》,是由杨子和范城城主演的一部青春励志剧。 作品正在紧张拍摄中,但是在却传出噩耗,剧组中的一位演员去世了。 年纪轻轻却意外去世真的是挺可惜的,毕竟按照该演员的履历来看,原本也算是星图大好的,毕竟仅25岁就成为北影学院的一名老师,且还参与拍摄了多部知名影视剧作品。 而在该演员去世后,与他在同一个剧组拍戏的杨子却无辜被批,被一些网友批评他冷血。 而原因只是杨子在三日发布了几张下班后的自拍照片,而一些网友认为同剧组的演员去世了,作为主演的杨子却没有任何事,还发自己的自拍照,所以纷纷批评杨子太冷血了。 其实该演员并非是三日去世的,根据亲友发布的复告来看,该演员是2月27日去世的,只是亲友发复告公布,去世消息的时间也是三日而已。 再者,杨子主演的《199爱》是一部青春励志剧,其实剧组演员大几百人,杨子也并非认识所有人,毕竟他只是演员,不是导演,他进组只是拍摄自己的戏份而已,这位演员也不见得在戏中会与杨子有交集的戏份。 而且这位演员与当红女明星关晓彤,周也是同学,而关晓彤在国外参加活动同样没有发布任何与之相关的动态,仅周也发了一则好同学,好朋友的动态来悼念这位演员。 当然也不能说关晓彤冷血,毕竟该演员之前参与拍摄了《20不或2》,这部剧的女主角就是关晓彤,要知道该演员之前知名度并不高,所以参与拍摄《20不或2》或许也有关晓彤的功劳。 还有带播剧《护心》,该演员同样参演了,而这部剧的女主角是周也,所以同学之间互相提携的可能非常大。 所以,杨子被劈冷血无情也太无辜了,就好比同一个小区的住户去世了,你知晓了会很难过,但却也不会为之发布任何心情,因为不熟所以不打扰是人之常情。 而且杨子新剧剧组的演员很多,男主范诚诚等人也皆是没有发布任何与该演员有关的动态,而到了杨子这里就要被劈冷血无情了。 而对于喜爱杨子的观众来说,杨子也太难了,就想好好拍个戏,怎么就这么难? 剧组几百号演员都没事,偏偏就他被劈冷血,这真的是人红是非多。 好好拍个戏有多难,众所周知杨子的古装戏都很出色,所以带播古装剧青簪行备受观众期待,却因男主演吴某凡而被禁播了,即使后期AI给男主换脸,估计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 还有杨子主演的香蜜沉沉浸如霜,播放成绩超级好,原本也可以数寒假轮播收足热度的,但也因为男主演出世了不能在卫视上轮播了。 作为一个女演员,杨子的演技和作品足以征服观众了,而作为女明星,杨子的负面消息也基本为零,不炒作,不蹭热度紧用作品说话,这样的女演员其实挺值得称赞的。 希望杨子的作品能多一些,也希望黑粉离杨子远一点,让杨子安心拍戏吧,他只是想好好拍戏怎么就这么难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